主席 蘇緣部長還有各位官員各位先進大家好 主席有請部長 部長你好 有關於 我們在去年98年11月13號 AIG對外宣佈以21.5億美元出售97.57%的一個給藍山人社股份的一個股權 給中湊集團所組成的一個聯盟 所以 開始以後 有這個背景就是因為 這兩年的金融海嘯金融風暴 那美商AIG呢 發生財務危機呢 所以導致也不得不這麼做 但是經過 今年經濟的復甦啊 經濟的復甦 有沒有那個可能呢 AIG現在返回 或是有什麼 風迴路轉的一個問題 出現 會導致呢 這個 出售案 在 今天 完成一個程序報告以後呢 近日實質審查的時候 會 產生一個複雜性 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對AIG公司的財務情況 並不了解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 在審查過程裡面 的確過去也發生過一些案例 在審查過程裡面 一些股東結構 又發生了變化 那我們就會造新的變化來處理 這可能性 過去是有案例的 好 是有案例 那因為 是有關 我們 南山人壽 這個四百多萬戶的一個 一個保障 潛意的保障 以及 三萬八千多名 這個職員工 這個潛意以及就業的問題都有保障 何況 我們政府 各單位 分類預算 要如何來救失業 勞委會 也是 我們負責這個就業方案 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單位 那既然政府在那邊拼經濟 要來救失業 那失業的問題 不從客房 就是 類為最優先 集市來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 南山案的問題 如果 沒有辦法 很妥善的一個解決 會造成一個社會動盪的問題 加 加速了我們要復甦 可能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阻礙 尤其 南山案 從去年爆發以來 這些職員工 不斷地走入街頭 到處陳情 當然我們各位委員 以及我們經濟部 可能都會面臨他們陳情的對象 那我們也有心要來協助 有心要面對這個問題 來協助解決 但是 有時候 心有以利不足 而且 我們經濟部 是 審查 我們這個 AIG出售這個股權給 中厝 也就是 脖子 也是我們今天大家在 討論的 如有如土的 要進入一個實質審查的前述作業 所以說 在這個 這麼複雜的一個案子裡面 而且 也不能有任何的差錯 而且要如何來監禁 我們法令規章程序來辦理 也要讓經濟部你所把關 投審會 發揮那個功能 發揮那個功能 也不能被人家扣上 你整種 可以說 排商的一個情節 所以說 我希望 我們經濟部 或是投審會 相關部會 在這個時刻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什麼樣的一個保惡 或是你要怎麼樣來面對這個問題 來面對這個問題 要怎麼樣來進行 好 其實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實質的審查 你現在變成 這樣也痛 這樣也痛 為什麼 面對 南山人社這四百 多件的一個保護 的情意不能受損 了解了解 三千八百幾個 這段時間的問題 你要改觀 了解 你要去處理 不然我們聽說 三天兩天就走出街頭 三天兩天 就讓我們社會上一個很 重大的一個目標 在媒體上不斷的播出 所以說 你念你才把本社改答 本社再提供 因為從博智像AIZ 標下南山人壽以後 博智是不是一個中資的企業 我想你們不難查之 但是呢 中資的問題已經被換政治化 已經被換政治化 不論你們是多麼的謹慎去查核 還是呢 信則很信 不信則很不信 但是本於現行的法規 本時還是要求你們必須 做到合以法規的查查 合以法規的查查 不過本市最關心的 不是資金的難言 還是剛才我一再 提出來 跟我們部長你參考的 是南山保護跟南山員工的權益 這部分在審查的構成當中 政府能給人民什麼樣的保障 這個很重要 你們審查當中 你們審查當中 這有時候 會讓你故意 不讓你收意 所以 南山對保護及員工的承諾 有沒有辦法 列日審查的項目 你們列日審查的項目 可能也是這些 南山來往那麼多年的 400多戶的保護的權益 他們很重視 以及這些3800多位 實驗工 他們所想要 我們 經濟部給他們一個承諾 以上 本席提出來的問題 希望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陸委員的指教 我想做一兩點的報告 第一個 目前從 這個案子 批公司 遞出來的申請案的文書 他們的陳述 目前呢 是表示 沒有任何錄資 在裡面 那這一點 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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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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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